以前文集收了几树花 一树 那一树有多少朵 不是 就是当时是在外边 然后它就那一小朵 一朵是吧 不是那个大的 就是那小的 一个大花 有几个男生送过你的玫瑰 两个 哪两个 就他还有 还有一个呢 那这两个男人对于你来说 身份是不一样的 收那个男生的那朵玫瑰的时候 什么心情 分享一下 就是感觉 我当时就是以后 什么心情嘛 嗯 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开心的 开心的啊 所以其实啊 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自己的本分 不是不可以做到 对吧 你要拒绝一个人的话 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对吧 你只要说一句话 此时此刻 在这样的一个情人节 能送花给我的那个人的资格 只有他 那个男人不就知难而退了吗 但是你没有说 你也说了 其实你是有点开心的 对吧 这我可以理解 女人嘛 有点小虚荣 有另外一个男人死活 要送一只花给你 在这种虚荣的屈指之下 你也就收下来 但是以后别收了 以后即便是你单身 如果你不喜欢的男人 你也别收 否则的话你只会让别人多想 你说呢 所以说自己做得到本分的话 就不会有人骚扰你 自己如果值得让别人相信的话 别人就不会质疑你 好吗 说说男生的问题 其实我能够理解 这位女生的愤怒 你自己要求别人那样做 自己又做不到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要求他 不要跟异性接触的时候 其实那是在扇你自己的耳光 如果你和别的异性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心里是坦荡的 没有别的想法 那你就不会质疑他 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会有发生点事 对不对 所以你闷心自问 你跟那些女生吃饭看电影 或者干别的时候 你心里有没有别的想法 如果你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 你肯定会相信他也不会这样 所以一个人的自由 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在爱情生活当中 你选择了一朵花 你就要拒绝别的花 如果你选择了相信一个人 你要选择继续相信下去 即便对方做了一些 稍稍有点偏离轨道的事情 也会因为你的信任 而走回正常的轨道上来 但如果你一再地相信他 他却始终不回头 那你就选择放弃 而没有必要讲求 对吗 所以说男生不要虚伪 女生要收好自己的本分 如果你们觉得 双方都做不到这一点 该分就分 如果要在一起 那就做好这两点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